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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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突然 车灯被人关了 一回头 没人呀 他不安的往回走 在那个诡异娃娃的幻境里 凶手帮小兽残忍的开了躺 隔天一到早 警察们来到了现场 小兽和男友昨晚一起被害 发现尸体的是一位落脚在天桥底下的流浪汉 作为小兽的拉拉闺蜜 小宫是个爽快的女孩 就连摊犯老板 突哥投来火辣的眼光 他也是毫不在意 就因为他对男人不感兴趣 一个帅气的男人也来这边买围巾 我们暂且叫他法克吧 从突哥的嘴里 小宫知道法克是一名医生 刚和同学们碰头 他就得到了一个噩耗 丹妮把报纸上小兽的死讯告诉了他 他顿时感觉天都快塌了 大喊着跑开了 简再次约到了教授 一番聊下来 简原来还是名美国的老师 为了进修 才选择来罗马 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学校的音乐会 回到车边 他看到了令人诧异的一幕 小宫竟然和丹妮的二叔在一起 70年代的意大利是不是有点乱 小宫和小兽竟然都是双性脸 导演赛尔乔把控人物的能力真是一流 和我之前解说过的妻子的罪恶一样 他的习惯就是 在影片开始的短短20分 凶手就已经露脸了 不用怕混了 我来稍稍审理一下 丹妮的小谜弟斯特 万人迷的教授 猥琐的小谈老板突哥 广场的神秘男人法克 丹妮的风流二叔 这五个男人是哪一个呢 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 弹幕里告诉我小伙伴吧 为什么把小谜弟斯特放在第一个呢 看了接下来的事儿你就明白了 晚上 感情瘦瘦的她 开车来到街边 看中了一个火辣的战阶妹子 带她回家里 妹子还挺好的 不停地夸她可爱 可斯特心里还惦记在你 魂都没有回来 妹子说错了一句话 这话瞬间就激怒了她 一栋花石插帽把她赶走了 第二天 在广场的礼品店外 小公再次看到了那个法克 再选娃娃 她吓得赶紧走 法克的嫌疑又加一分 和丹妮打了招呼 随后就上了两个男同学的摩托 丹妮眼角撇到了一辆车上 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家外的废墟工厂里 是当年很火的废墟派对 小公从两个男孩身上得到了一丝安慰 音乐不断烟酒上头 男孩要去解他的扣子 小公突然抱走 把烟头掐在了男孩身上 自顾自走了 她失魂落魄地走进了灌木丛 身后那两个男孩气急败坏地追了上来 却忘记了 这个地方是一片沼泽 马是前提翻了车 只能气呼呼地回去了 小兽的死对小公的打击太大了 他就连走路多的飘 一抬眼 林子外好像有一个人 千言飘过 人又没了 他惊恐地连连后退 杀手在此神出鬼没地现身 小公笑得摔倒在泥浆里 想要喊 却怎么也喊不了 杀手缓不走来 扯下一条围巾 狠狠勒住他的脖子 一直到小公没了动静 随后又是那熟悉的插眼开挡 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么陨落了 隔天 尸体被人发现 今天三个学生的被害震动了罗马城 探长把学生都叫到一起 展示了关于凶手的一条重要线索 类似小公的就是这条黑白相间的围巾 丹尼想到了 昨晚是那两个男同学带头的小公 但他俩都没有戴围巾 好像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这条围巾 是不是斯特呢 他也不能确定 他猜不到凶手 凶手却主动找上了他 晚上丹尼还在家里琢磨这件事 电话响了 凶手就在马路对面打给了他 凶手刻意压低了嗓音 丹尼听不出是谁 受到了这种死亡威胁 丹尼吓坏了 突然有人开门进来 丹尼整个人都紧张起来 还好是二叔 他不倒在了他的怀里 看他这么害怕 二叔就建议丹尼去他山上的别墅玩两天 可以带上他的朋友一起 丹尼开心地答应了 探长找到了卖围巾的小贩图哥 他很爽快地承认 围巾就是他卖的 但是卖给了谁 哪还能记得 等探长刚走 他又鬼鬼祟祟地掏出了那种围巾 他知道是谁买的 决定趁机敲诈他一笔 这边 丹尼约好了闺蜜 明天下午三点 车展碰头 在楼梯口 英魂不散的斯特又来了 汤丹诉说 自己的相似苦 也看丹尼不顾一切地 想要摆脱他 他大喊着 你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丹尼每人想起 当天 就是斯特戴着那条围巾 他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趁他不注意 好险逃回了屋里 打给了简 求他晚上来陪他 丹尼跟简 说了那围巾的事 从那天后 就没见过他戴了 斯特眼神里的暴力 让他吓坏了 简安慰他 斯特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这会不会 只是你的胡思乱想呢 就丹尼说出 那个凶手的警告电话时 二叔那阴沉的脸 出现在了门口 两眼不怀好意地 看着侄女的身体 这正好给丹尼看到了 他只能假装 进来跟女孩们道别 今晚他要飞去巴黎公干 二叔的这个动作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简就向他承诺 明天他会去 找斯特问个清楚 然后自己开车 去别墅和他们碰头 家外 兔哥哼着小雪停下了车 他已经从街头地点 拿到了那两百万里了 心里美得很 却没料到 他是有钱赚 没命花啊 小路后面 一段轿车呼啸地向他冲来 他辆枪地往前跑 却哪里跑得过四个轮子 被当场压成了死兔子 隔天一大早 简来到了斯特家里 斯特没在家 只是发现了一大堆 写给丹尼的火烂情书 他奶奶告诉了简 一个意外的消息 斯特赶去了那个 他们即将要去的小镇 帕斯 下午 去帕斯的火车上 喇叭裤配皮鞋 出现在了车厢外 杀手的标配啊 他瞄着车厢里的三个女孩 凄凉地打扮 让他欲罢不能 但你好像听到了些什么 疑惑地看去 进来的是 法克 四个人都没有说话 都用谷歌的眼神 打量对方 三个骗了女孩的到来 在小镇帕斯 引起了一阵骚动 这些乡业村民们 哪里见过这么时尚的妹子 简直就像是 电视上的大明星一样 纷纷流口水 这你妈 兄弟太有才了 吃醋的夫人 来拖走了饭花吃的男人 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丹尼买了一大堆吃的喝的 并让卖菜小哥 每天早上寄的 送牛奶和面包到别墅来 拉风的拖拉机 带走了女孩们 他开到哪里 哪里就是风景线 傍晚的钟声响起 一个男人走上了钟楼 隔着小镇 看向山内的别墅 他的脖上 正戴着那条红黑围巾 小镇的交友站 简也赶到了 这里有个细节 上午出发前 他看到教授 在他车上留了口信 约他周四一起去看音乐会 所以他只能待到周四的凌晨 交友站老板 好心地陪他一起上山 随后答应把车开回来 挤干净了 后天给他送去 丹尼二叔的别墅 就像一座牢笼 就连窗户都安了铁栅栏 哈斯作为有名的小偷天堂 这么小心也是无奈 女孩们的派对已经开始了 唯独缺了简 正在他们抱怨简爽约时 简就到了 丹尼这时候才想到 斯特的围巾是红底黑线 而凶手的那条正好相反 但是他很肯定地说 他看到某个人戴了 就是不记得是谁了 小镇的广场边 几个小伙思议地谈论 白天的那三个女孩 无意见讲到了 三个女孩就住在山顶的别墅里 那双熟悉的脚就在一旁听到了 快步往山顶走去 很快 他就出现在了窗口 安卓观察着里面的丹尼 一直看到他回房去 另一个房间里 两个女孩也是一对 这已经是本片里出现的第二对了吧 其实回想之前 丹尼看简的眼神 相信他也是的 只是简无意而已 屋里风景一片好 窗外的凶手看到一清二楚 建议房子的严密安保 女孩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但外面的另一个偷窥者 小镇的哑巴鞋匠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杀手一路撵回了小镇 哑巴也没办法呼叫别人 只能躲回了自己的鞋匠铺 没想到杀手很轻松的开了锁 抄起明晃晃的匕首 干掉鞋匠后 把他扔到了小镇的骨镜里 第二天一早 麦菜小哥如约来送牛奶 看到别墅外的景象 哈拉子不听话的直流 听到简的提醒 女孩们才快速穿上了衣服 下楼时 简的脚下一滑 摔下了楼梯 麦菜小哥急忙去把小镇 唯一的医生给请了过来 这个医生不是别人 这是法克 还好 简只是牛伤 法克说 休息个几天就好了 还给他留下了住民药 丹尼想起了他 火车上曾经坐在一个包厢 这是全片里丹尼唯一开心的笑容 所以啊 他也是双恋 就在丹尼送他出门的时候 二叔正好打了电话 出门前 法克听到了几个关键的信息 二叔人在巴黎 和女孩们家的别墅 待到下楼一 现在的情况就是 斯特来到了小镇 法克是本地人 而二叔好似能排除嫌疑了 但是谁知道 他是在哪里打了电话呢 阳光明媚的午后 女孩们在小河边玩耍 丹尼无意间一抬眼 河对岸的灌木林后 好像有一个男人 他走过去大喊斯特的名字 那人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 透过灌木的叶子 确实是他 丹尼再也没有了玩耍的兴致 就提议快点回去了 晚上临睡前 女孩们开了香槟 为明早就要动声地捡送行 还记得那个口信吗 教授约了他明天 就是香槟 服下了法克给的猪棉药 随后便沉沉地睡着了 三个女孩子的派对继续 丹尼谈了一话情 想去打给斯特 看看他到底在不在家里 没想到电话坏了 这时 门铃响起 丹尼不安地走过去 萌萌一点声音都没有 在女孩们的催促下 丹尼打开了门 清晨的钟声响起 小转里又热闹起来 房子下面 斯特被人埋到了坑里 姐迷迷糊糊地醒来 吃了医生给的药 这一觉睡过头了 脚踝的伤还是很痛 走路都很困难 看样子的事 需要丹尼开车送她了 她在楼上喊了几声 女孩们都没有回应 这也太诡异了 好似女孩们都消失了 坚持能拖着伤腿走下楼来 三个闺蜜全部惨死 突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门栓也被拨动 简慌忙躲到了门背后 直接凶手缓缓走来 拿着一把锯子 就当着简的面 把她的闺蜜分了尸 简下的肝胆欲裂 只能惊恐地抱住头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门铃陡然响起 是麦菜小哥来送牛奶了 简和凶手都不敢吭声 喊了好几声 简没人一门 小哥只能先走了 杀手把石块装进了一个马带 然后就走了 简起身也准备走 好险啊 看到凶手走远了 简急忙去打电话 可电话线早就被杀手弄坏了 大门也被从外面锁死 这个平时能防护小偷的大房子 现在反而成了困死人的牢笼 他惊恐地往楼上跑 一不小心摔倒 鞋都飞了 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跑回了房间 想到了或许可以用镜子求援 小镇里 百姓们都在各自忙活 谁都没有看到那道闪光 等到法克好像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去 闪光已经不见了 他翻了电话本 打赶了别墅 却一直无人接听 在窗口的前 看到楼下有一个园丁 刚想喊他 杀手就回来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他灵机一动 把所有的铺盖和东西 一股脑地扔进了衣柜里 随后 捏手捏脚地打开房门 看到杀手正在接日分尸 是老板来给姐送车了 同样的尴尬境地 谁都不敢吭声 好死不死的 姐准备去窗口 向老板求援 却不小心踢翻了凳子 这下完蛋了 姐急忙躲进了柜子 杀手推门进来 空空如也的屋子 暂时给了杀手一个假象 这里好像没有人 姐又逃过了一劫 但是屋子被从外面锁死 她也没法逃走 楼梯上 姐掉落的鞋子 被杀手看到了 她疑惑地查看了下隔壁房间 就接着下去干活了 姐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 终于杀手处理完了所有尸体 关闭了店员 锁闷走了 简长叹了一口气 但是好运似乎没有眷顾她 小生的街上 从麦塞小哥的嘴里 路过的杀手 听到了别墅里来了四个女孩 而不是他以为的三个 打理这波操作真是六瓦 刚发讲的一颗心 又提到了嗓子眼 小生上还有另外一条线 就是法克了 他去加油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了简的车子 老板说他本来今天要车的 在别墅里好像人都走光了 更为诡异的是 作为必经之路 他几天来都没有看到女孩下山 法克天人若有所思 急忙开始走了 别墅里 简还在自救 他又想到了一个绝招 把报纸推到门外 准备用发卡顶开钥匙 之后用报纸拉回来 一切都很顺利 可惜钥匙掉在了外面 简直的是 鲜石若狂 等他打开门 迎接他的是 教授 一切真相大白 从教授的回忆里 这一切的源头 缓缓拉开 小时候 他的哥哥为了帮一个女孩 去捡娃娃 而不小心掉下了悬崖 自此 在他的脑海里 女人就成了一切的 最有来源 这是女人的偶然出现 导致了痛苦 那么消灭她们 就是一个必然 罪行本来到小姑那里 就结束了 但是在跟着小姑 路过广场的时候 她被丹妮看到了 想到她迟早会想起来 于是 她停不了手了 说完 教授拿出了她的围巾 准备消灭最后一个活口 简被累了 喘不过气来 接着她快要被勒死的时候 法克闯了进来 和教授牛仔在一起 这一段打戏还挺特别的 不像那些传统的 犯罪老电影里 男人只会像女孩似的 滚来滚去 而是实打实的 拳拳到肉 看样子都有一些 拳击的底子 最后连传锚都用上了 就和教授的小时候一样 两人打到了悬崖边 正在赶来的姐面前 两人你来我去 打得好不热闹 教授把法克压在地上 一道次去 伴随一声惨叫 掉了下去 简直呼吸急促起来 瞳孔震了老大 教授从门外缓缓走来 难道 还是逃不了被团灭的结果 他眨了一下眼睛 天哪 走来的是法克 哈子 底音就说 看完影片 相信你也会记起 单几这双会发电的眼睛吗 美国女星蒂娜·奥蒙特 曾经被评委 70年代最美的十大面孔 老规矩 哇康开始 还有想看他片子的 评论区来一嗓子吧 本片除了悬疑设定非常精彩外 还对当时的意大利社会现象做了剖析 那随处可见的同性 偷情 相应泛滥 生活萎靡 取向混乱的恋情 偷恋少女的油腻大叔 但同时也代表了意大利电影的黄金年代 胡塞伦 一个想回到70年代的天真阿婆 哈子 我是雷吉子 我们在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